你知道我们这一次 和之前乐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吧 除了在台上要比谁唱得好之外 也要比谁带来的故事 或者带来的道具 更让我们能够找到金色的回忆 咦 有备有备 看来不是什么大东西 都能穿兜里 这个好 这个好 传夫妻 再说了 好多90后的孩子 应该没见过这个吧 不知道这是什么 对吧 传乎机 传乎机 BP机 对 你这一下都漏腹了 老肖大学 人家这是中文汉险 对 汉险的 我不知道年轻朋友 咱们90后是谁 00后 00后举手 现场 这边这个就不知道了 胖胖 没有见过 胖胖你不知道吗 这个 他肯定不知道 BP机 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对吗 就是在发明手机之前 那个时候都是家里面的 座机固定电话 如果你到外面想找到你怎么办 你就带上这个东西 然后家里面打个电话 呼一下 然后你这个就响了 知道家里边有人找你 就是他会震动告诉你 有人找你 对对对 你知道520怎么来的吗 怎么来的 你只知道520是我爱你 对不对 对 当年在这个汉险之前 有数字BB机 那会打520 是代表你去查那个汉字 那个数字那代码查 它叫我爱你 这么浪漫的 对所以现在才叫520我爱你 太浪漫了这玩意 我记得是92年 我拥有第一部那个BB机 那够早的 我还是托朋友去广州买 我还记得我那个巡夫台是9902 9902有没有 你这个你这个应该一直后 你这一代应该是后面的 是后面的 开始那个是大汉险这么大 我那个是海城台的 64269988 516265 对对对对对对 也有这个台 93年我的BB是2559933 呼叫4087 哎呦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呢 为什么 世鹏也好啊 这个江涛老师也好啊 都还记得自己的传呼号呢 因为到去年他们还在用 这个传呼机 它的历史发展到应该在2001年的时候 淡出的历史舞台 因为2001年的时候 基本国人就开始配手机了 因为为什么我印象深呢 到大学2000年到北京报到的时候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爸给我送到传媒大学 最后一天他要回去了嘛 在北京站那个钉字路口 当时是西南角有一个电信大楼 我在那买的人生当中 第一个数字BB机 然后用了不到一年的时候 那时候就手机在校园里也普及开了 手机 像90年代 小大哥你 好贵好不好 你应该用的是大哥大 对不对 我没有那么厉害用过 但是那个手机当时买要三万多 关键九几年的三万多 是一个什么概念 后来是爱立信 爱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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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托罗 小的 小的那个直的 对对对 这么大个上面一个天线 不要太漏腹 给黄国伦老师一个发言的机会 显得他什么都没用 你什么都没有啊 黄老师 你们在说什么 广州应该是 当时比较靠近香港 对 应该是最早一些做生意的老板会 开始配那个大哥大 我身边有一个也是歌手 也是歌手 他当时买了一个三万多 他平时不请客吃饭 买了手那个大哥大之后呢 经常请我们吃饭 一直搬就 换了一放 对 真的是不夸张 当时我 我说接来打一下 他说不能打 电话费好贵好贵 真的好贵 这个真的是 有这样的现实的体现 是的 因为当时据说好多人 配了这个大哥大之后 那个大哥大接了电话之后 他不接 跑到外面去 给按掉之后 回到公共电话亭 对